安科国小每年都会在岁末举办跳蚤市场义卖活动 今年的活动结合环保议题 希望让学生了解资源再利用的观念 懂得惜福爱物 另外义卖所得部分也将捐助给弱势团体 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安科国小每年都会在岁末举办跳蚤市场义卖活动 今年的活动一早就在操场上热闹登场 每个班级都有专属的摊位 有的学生更是大费周章布置准备海报宣传 希望能够卖出好成绩 安科国小校长陈玉芳表示 今年跳蚤市场结合环保议题 希望让学生了解资源再利用的观念 懂得惜福爱物 今年特别结合联合国永续环境SDGS的一个标准 然后呢我们鼓励我们的师生 将家里面不用的一些二手物品来进行义卖 也让那个资源可以再利用 另外呢师生也发挥了创意呢 发明了一些有趣的一些游戏 或者是一些文创商品来进行义卖 学生们所准备的二手义卖商品 真的是五花八门 数量最多的就属绒马娃娃 另外还有从家中带来的完好二手物品 包括文具 饰品玩具锅碗杯组等等琳琅满目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其中安庚国小和尚团为了筹措明年前往台中参加比赛的经费 也特别舍谈募资 另外角力队也由队员轮番上阵销售商品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团队尽一份心力 因为我们明年要参加台湾区乡土歌谣比赛全国赛 那因为这一趟路有五六十位小朋友 我们的经费真的是很拮据 所以利用这次的跳蚤市场 我们所有的家长把家里可以用的东西全部都搬出来 我是奖励队员 我要拿这次的钱拿去当队费 那你们的这个东西都是怎么来的 从家里拿来的 由于疫情期间不少家庭还有社福机构都面临困境 因此全校师生也决定 这次义卖所得 部分将用来捐助弱势团体 也能够透过义卖所得关怀弱势 让弱势的民众也能够因为我们的爱心 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为了吸引大家购买商品 友谈位还设计了有趣的游戏 让跳蚤市场不仅兼具环保及爱心 更充满着创意 接下来我们的新店 采访报道 我们的新店 就这就是新店 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